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就说你肯定上杠了 你一变拳我们假设三分钟 你打三百多遍你一天打不完 他就以此为乐被骗了 然后我们练拳他跟我练了十一年了 十一年了 他只会两个套路 因为很简单 我们去思考 我们一定要会 大家一定要会学习 其实当我们去谈论 所谓的拳击的时候 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拳击这个东西 典型的体现了东方的思想 它是一个西方的技术 拳击技术 但它体现了东方的思想 叫什么 大道之间 是不是 直拳 摆拳 勾拳 勾拳 完了 这就是规律 明白吗 所以它一直练一直练 练到最后 它的效率就很高 你会发现 拳击的技巧 包括太拳的一些技巧 它们都是在练规律 动作很简单 你要提高质量 但是中国的武术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套路太拳 我们打个比方 像行义拳 有鸡形式 雄形式 让你帮到一大堆事情 对吧 太极拳 一路二路 三路 更有人还有个八路太极拳 一二三的五六七八 刀枪棍棒 鼓掩周差 随老师在家讲评书了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把握它的本质 所以说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希望同学们 大家只是爱好者 从实践中出发 从规律入手 不要再 自己憧憬在 这种武侠故事当中 这是个 所以说当时别人 在我们区里面发现 我说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句话就是 打得好 就得要打 因为像我们 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但是总有些人 会做这种事情 不管它的目的是什么 起码在某些方面 让大家醒一醒 不要自我催眠 第三个 这个呢是现实的事情 叫什么 习者众多 但投入者呢 少之又少 这个呢 我倒觉得呢 是一个 不是因为权的问题 是因为时代的问题 因为冷兵器时代 已经过去了 我在以前 比如说我们大家 你们要打个比方 我们是一起的人 我们有女生 有男生 你们好好练拳 练了之后咱们干嘛呢 咱们保镖 是不是啊 护院 是不是 咱们可以当兵打仗 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是拿刀砍 拿拳打 那时代在那 你武术练好了 真的可以什么 祸与帝王家 现在不行了 时代过去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 喜欢的人很多 他是个文化的传承 但是完全投入者呢 少之又少 因为这里面 是一个很多 现实的问题 第一个 生活的问题 是不是啊 你们现在 马上就面临了 大肆毕业 搞工作的问题 你不能说 到了一个 IT公司 把老板做一顿 你看我有功夫 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你也不可能去 去应聘那个保安 因为你大学毕业 或者你硕士毕业的专业 不是这个方面 我不是说保安 这个行业不好 因为整个 你真的做保安 真的做警察 你要会什么 会强 不是你功夫有多好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到美国 学开车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有警察 喊天上来的时候 你手要放在 方向盘不能动 中国人是什么 车怎样来了 下来 套驾驶证 可不能掏 你掏驾驶证的时候 中国可以 因为中国人没有枪 你在美国可能 掏出去就是一把枪 是不是啊 所以你应该把手 放在方向盘上 要么就把手 放在那个头上 所以说 这些呢 时代变了 那有些事情弱化 大家不要认为 是不对的 这是事实 所以有些东西呢 它基金性弱了 这个是 这个必然的规律 所以说呢 我们叫 习者都懂多 但是投入者 少之又少 是因为我们有 我们是把它放在一个 爱好的层面 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生活 就像刚才那个 同学讲的是一样的 其实 你的问题 也是这种问题 是不是啊 如果你什么都不干 一天练个八小时 你试试看 你老娘就不愿意 对不对啊 我们校长也不愿意 习老师也不愿意 那这个呢 引发的一些 积极性的下降 是正常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其他方面 真正打仗 也不是说 你多能打 而且你有多少智慧 你的武器实力有多大 日本人这么能打 藏在那个 硫磺岛的洞里面 美国人找不到它的 知道吧 到最后怎么办 一颗原子弹解决了 你怎么办 你这个东西没办法 这是我们这个现实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在习练里面的话呢 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 同学们啊 名气很大 但静心练习者太少了 太少了 我这指的是那些专业的人士 这些是我们的爱好者 只要你的正常的工作 不是武术 你就属于这个群体 我也是这个群体 那你如果属于这个群体里面呢 比如说你开物馆 比如说你就职业教权的时候 这个时候给大家讲 我见到的很多老师 或者我见到的某些老师 或者你们听到的某些老师 真正静心练拳的 太少了 太少了 刚开始都练拳 到最后很多事情就不练拳了 明白吗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大师 终身不推手 为什么不推手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怕输 更重要的是什么 一旦他输了 他后面的所有的名利的东西就没了 是不是 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一个弊端 老师不能输是不对的 老师的概念是 十次里面输两次才是老师 但中国人往往把老师捧为什么 圣人 一次都不能输 越是这样 老师越不敢弄 最后在名利当中 迷失了自己 我见过很多 你们现在就上网了去搜 我那个朋友给大家讲 他的太极拳的水平 所以不好听的话 可能连您的水平都没好 没有 真没有 因为呢 他不讲实战 明白吗 这光链拳 你不会他会 就是这个种人 现在都已经开创了一个门拳了 我们打个比方 这个没有任何的 这个 假的那个人姓 姓X 他现在已经在公开的场合宣称叫X式太极拳了 多了 老子太极拳 你事实上网所有时候都有了 为什么叫老子太极拳呢 你们太极拳 你们这帮人属命都很差 你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张三峰还是什么陈王庭 对不对 张三峰最起码是明朝的 或者宋朝的 我不知道哪个朝代 老子是什么 老子是在前面的 你们都是小儿科 他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然后那个哥们呢 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不是老子太极拳吗 那我们交个手吧 就把那个老子打给他的孙子了 所以说 什么原因呢 就是真正静心修道的太少了 所以我有一句话 是我的感悟 记住 职业的人 不一定专业 尤其是对对爱好上 比如说 某些人 我也不是标榜自己 或者大家 你们的爱好 我们可能 比如说 某一位同学 假设 假设 我们请这个小伙 小姑娘嘛 假设 我不知道你什么爱好 有什么其他的 体验 篮球 比如说它是篮球 假设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我说分析 对不对 篮球还好一点 比如你喜欢它 那我就想打打它 随心的去学一学 找个好的老师 对不对 这是一个 这是一种心理状态 如果 比如说 我们把篮球放大 假设你搞一个健身馆 好不好 如果你租下了一个健身馆 职业搞它的时候 明白吗 你第一天 除非你很有钱 你每天睁开眼的 第一件事情 可能会想 哎呀 我今天的房租是两千块 然后来到一个同学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说 我怎么样让他留下来 把这个学费交给我 我去维持这个什么 我的这个场馆的运营跟经营 那在这个状态下 你可能思考篮球的 这种纯技术上的东西 会越来越少 不管你说 我见过某些武馆 我跟你们讲 是真实的事情 它到什么程度呢 到了叫做 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首先 接待你的是小姑娘 比如说 我们几个小伙子去学武术 一般接待你的是小姑娘 小姑娘说话又细 是不是啊 又好看 跳跳 那个身体也蛮好 然后 来了 来了之后 学费很低 比如说 一百块钱 一个月 可以接受了 这样吧 你来学了之后 紧接着就是什么呢 我们衣服蛮好的 我们要穿 这种统一的衣服 学费一百 衣服三百 衣服练完的话呢 我还有一套棍你要不要学啊 我还有一套剑要不要学 这个剑蛮好的 过一半时间 你别走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个拳啊 不是这么练的啊 还有些秘诀 secret 你明天早上过来 我来教你 一小时一千块钱 就这种方式 然后做的logo很多很多 表面上看起来是推广太极拳了 但是事实呢 没有 真正要想把武术推广 要把核心的东西弄出来 为什么我们在我们思想当中 很多的老师 很多权力 都是一些 你一不见心断的 就是说 可能是跟他的心有关系 所以说职业的 不一定专业 爱好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时代 可能会更专业一点 当然了 除非你是 比如说你搞战 搞那个军队 你肯定要国家给钱 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自我的提升的东西 所以说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如果我们能够 在理论跟实践上 加以结合 记住了 理论跟实践 加以结合的时候 不是说 我要把套路练得越多 我认为应该 突出规律 简化套路 我所练的武术 叫红传权是台积权 我们守法就两个动作 正权反权 我都会教给你们 你们课堂我就教给你们 腰胖就一个转胖 推胖就一个 腰胖带的 武龙步胖 没了 其他东西什么都没了 所有的套路都是练规律 规律练熟了 一招先干什么 吃变天 卖油翁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吗 你再回看西方的 伞 西方的伞打 那个拳击 泰拳 不就是几个 但是它练得很好 中国的武士动不动就几套几套 一套都不会 所以说突出规律 简化套路 这里面是要有很大的水平的 到底讲到什么程度 就是需要大家共识 多多交流 不能固步自封 我们练拳的话呢 一般是初学的时候 是在门内练 因为你还没有形成训练系统 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要跟不同的人去交流 我最讨厌 一谈到太极拳 就谈到推手 怎么可能呢 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 碰到一个人 他给我挑战的时候 那个人很聪明 因为现在 现在我们跟你说 不像以前了 大家都很清楚 武术是什么套路 第一句话就是 我不跟你推手 因为那人是练散打 那个拳击的 这个黑人 大概一米八 一米八 一米九 我不跟你推手 为什么呢 他说我一推手 我就按照你的规矩来了 明白吗 是不是 那可以 我说我们不推手 对吧 那我们也 我们也不要 你也不要让我们戴手套 打就是的 因为打架也没有规矩 学校你看 打架是没有规矩的 你知道我讲话的 打那个人不能动了 倒个了 就结束了 如果赞从打架来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啊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 当然那个交流是不好的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破除我直 我直就是主观想象性 自我催眠 说白了 客观练习 我最讨厌好多人说 哎呀我练的拳很舒服 我这个拳练对了 练拳练对的是舒服 但是你不能以舒服作为指标 来衡量自己的舒服 健全正确衣服 是不是啊 你躺在床上 看电视是最舒服的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的警队是受伤害的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啊 破图置固 起限规律 简单一点 虚头把脑的 完蛋了就 本身武术就 可在讲 本身啊 从社会发展角度 冷兵器时代的这些运动方式 必然会有所 衰减 这是正常的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奥林 大部分的奥林体克的一些运动 比如说标枪 它不是一种运动 它在古代是有用的 是他们欧洲人是干嘛 现在只有在非洲就能看到了 拿那个标枪是什么 扎那些野兽是吃东西的 是不是啊 但现在没见哪个老外在路上 拿个标枪来给你打的吗 没有了 它必然只是一种淘汰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传承它只是为了 很小的实际 这个事情我传承 Just keep it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 练拳的时候要搞清楚啊 实用机器是检验手段 我当时念了两个选择 一个学气功 一个学武术 我为什么选择了武术 首先气功很好 我没说它不好 但是呢 在我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我的老师到底好不好 因为它都是一种主观想象 你看你想一想 你两个手连起来了 你这个气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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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想一想 这个东西太主观了 我不能说它错 这就学到的话 不能说它错 但是呢 很容易被人家误导 武术很简单 倒了 你想不通 没关系 倒了 想不通也没关系 事实你倒了 就行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点的话要搞清楚 养生健身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最终的目的是开悟你的智慧 对不对 谁打谁啊 现在是在课堂上 我要碰你们一个手指头 我老师 薛老师就被开除了 对不对 你碰我一手指头 你也被fine掉了 你们被开除我也被fine掉了 当然没有那个打的状态了 那如果我能够通过拳来开悟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认为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所以说 静心要 第三个方面 静心练习 游记入议 希望大家把这三个心的关系搞清楚 初心 名利心 跟真心 往往我们的初心都是好的 在业重过程当中 你们现在 你们大学生还好 如果你们有学生的时候 马上名利心就出来了 知道吧 这个话呢 我不好说 你们自己体会我这样的话 当有人给你学权的时候 你有自己学生的时候就有面子了 比如说他跟我学权 他被别人打败了 我肯定不好看 不管中国西方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明来了 如果有人学权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啊 太多了啊 过年 中国有个传统文化 就是8月15过年 给老师送礼 这是个好事 但是有些老师的心态摆不起 对吧 你们仨给我练权 送我三个礼物 对吧 另外一个老师呢 收两个学生 他只收两个礼物 哎呦 我很高兴 你看 我给三个学生 他有两个学生 这就是分别心 分别心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概念呢 要搞清楚 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后面还要再讲一讲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练一练了 所以说初心 林立心 真心 在中国的武术界 优点很多 陋习很多 甚至都有师徒赶墓的 我有一张照片 哎 删掉了 嗯 在哪儿呢 看看啊 哦 被挡住了 有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的话呢 放的是郭德纲 跟曹金的照片 你看那边知道 曹云金的照片 这就是典型的 师徒反目的现象 就是因为大家 其实这个呢 大家都能有公断 就是郭德纲还是蛮到位的 我是支持郭德纲的 他的学生 随着他自身名气的增加 他摆登不了收入的这个关系 给他老师决裂了 太多太多了 那这些的话呢 都是我们要尽心修道的东西 好了 今天的理论课到这 待会儿呢 咱们就到这外面的台子上面